动力电池的最新研究成果曝光 仅需18秒就可实现充满 成本还仅为主流锂离子电池的六分之一 论文已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这种电池在低温时能正常使用高温下也能保持稳定 负责此项专利技术的教授之一已成立一家电池公司 并获得专利授权 目前公司已融资81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5581万 值得一提的是 包括北京大学等在内的国内高校学者 也都是这次突破性进展的研究团队成员 那么这种快充成本更低 更安全的电池会影响当下动力电池格局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目前在电化学储能技术中 锂离子电池尤其是磷酸铁锂电池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但是目前锂资源价格波动 及资源战略等问题日益凸显 使其成本居高不下 并且由于其本征的安全问题 未来锂离子电池在大规模储能的应用存在不确定性 从国家政策方面也不难看出 发展新型储能以快速健康实现中国双碳战略是大势所趋 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指出 要建立完善适应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 鼓励新型储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 坚持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 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 发挥储能技术优势 提升储能总体利用水平 保障储能合理收益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因此开发新型电池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替代方案也持续更新 科研及产业界共同将关注点集中在低成本 资源丰富 高本征安全的电池 例如最近兴起的钠离子电池和液流电池等 2022年8月 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庞泉泉团队和麻省理工学院团队 以及华铁卢大学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等合作 研发了一种不可燃超低物料成本 可达到分钟级超快充的中门熔熔岩铝电池 该工作的主要推动者 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庞泉泉表示 中国的大规模储能市场将来会达到万亿规模 其中电化学储能灵活性高 响应速度快 不受地域限制 将成为重要的一部分 他举例说到 2021年 中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5.3级瓦 而其中近90%为锂电池 该团队本次研发的新型铝电池 由于成本低 快充能力强 有望为发电侧清洁能源 并网 电网侧的调频 调风等领域应用带来突破 除了大规模储能场景之外 该电池体系还可以用于用户侧的 风骨套利 以及工商业电源 同时 由于该电池能量密度 与磷酸铁锂电池相比 在电芯层面上不相上下 且能实现快充 该团队也在积极探讨 未来作为动力电池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可能性 庞泉泉指出 虽然抽水蓄能当前占据了 中国储能市场的90% 但是有机构预测 2025年后甚至更早 可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 将达到饱和 而电化学储能对地域空间要求低 可模块化 我认为将是未来储能的重要方式 无法替代 正式考虑到当前 电化学储能发展现状 与市场的实际需求 该团队从设计开发阶段起 就将可产业化的 新型储能电池作为目标 根据研究成果 这种双向 快充铝流鼠元素电池成本 低至每千瓦时8.99美元 是目前锂离子电池成本的 12%至16% 这种电池的 预计电池级能量密度为 526瓦时电量 与石墨NMC622等 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相当 同时不需要额外的主动冷却系统 还可以避免热失控和防止火灾 并且几乎不会有 织晶形成 进而防止电池短路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 新型电池的原材料 储量丰富且廉价 这种新型电池正极是流鼠元素 比如流和锡 负极是铝 电解质是由 氯化钠 氯化钾 氯化铝 组成的 融融氯铝酸盐 众所周知 铝是地球上最丰富的金属元素 同时 硫元素 氯化钠 氯化钾 氯化铝 也都是常见的化学物质 并且 本次研究表明 即使使用类似食品包装 铝箔等 劣质铝制作负极 也不会影响电池性能 这些因素都大大降低了电池成本 其次作为电解质的碱金属 氯氯酸盐溶体 比一般溶岩系统 共晶点低的多 约为93摄氏度 这保证电池在类似110摄氏度的低温情况下也能运行 同时在使用中还能保持自热 通过恰当隔热就能维持自身温度 这意味着不需要主动冷却系统 而由于热效应 一般的锂离子电池都需要冷却系统 让电池保持在最佳运行温度 提高效率 同时即使温度超过500摄氏度 熔岩电解质仍然具有热稳定性和非挥发性 不会在高温下气化导致电池爆炸起火 并且熔岩电解质除了熔点低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防止电池短路 这是因为电解质中的氧化铝 具有去溶剂化的特点 可以防止铝支晶生成 以及最重要的 这种新型电池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 因此可以快充 庞泉泉表示 铝金属负极本来就是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极流体 供应已经成熟 流正极方面 有一些离流电池企业已经完成电极材料和工艺开发 并初步实现量产 该电池体系的流电极 由于使用熔岩电解质 将具有更低的工艺要求 接下来将完成大尺寸电芯的技术开发 和工艺优化 借鉴锂离子电池现有工艺 在现有锂离子电池电芯部件 电芯结构 组装封装工艺上进行改进 攻克电芯内部特定组成部件的开发 配套相应的热管理系统 开发电池智能监控 和控制算法及硬件 完成该电池体系的温度和能量管理 将融融岩铝流电池落地 其实印度在21年就表示研发出铝电池 号称12分钟充满电 续航1200千米 并将于22年上市 但已经23年了 一点消息也没有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看看 印度的铝电池是怎么回事 据福布斯报道 印度电池研发公司 Saturnos计划推出一种固态可充电 铝离子电池 使用铝和泥以及固态电解质 因即采用炎炎结构 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级 铝离子固态电池 有望取代风险较大的铝离子电池 该公司计划在2022年 对其实现商业化 据悉铝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1500瓦时每升 有望提供600瓦时每千克能量 目前技术先进的三元电池 也才刚刚超过200瓦时每千克 该公司表示 一组15000瓦的铝离子固态电池 重量为565千克 能为电动汽车提供1200公里的续航 且支持2万次循环充放电 在汽车上能获得长达15年的稳定寿命 该款电池不仅不使用镊和骨 充电时间还短得惊人 由于生产成本与消费地域的变化 全球电解铝产能在近十年中 已形成了从北美及欧洲到中国的转移 产量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了10.81%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如能够在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中 实施铝离子路线的应用 将对铝的基本面形成更强的支撑 但铝离子路线电池 最吸引市场关注的焦点 还在其性价比 2021年 受新能源车放量影响 应用于三元 磷酸铁锂电池的主要能源金属 锂合骨价格已标出天际 铝元素在地壳中存在较丰富且轻质 乘三架存在 比许多其他金属具有更高的能量存储能力 当电池充电时 铝离子返回到负极 每个离子可以交换三个电子 而铝离子的速度极限只有一个电子 此前铝很难集成到电池的电极中 是因为它与波纤隔板发生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胶织碳纤维基材 与铝形成更牢固的化学键 但Cetanos商业化量产铝离子电池的可能性 仍要打上问号 据Cetanos称 该电池最初由沙塔拉伯提供两轮孵化资金 过去五年一直处于保密开发状态 仅有福布斯的报道对其进行了描述 未见于权威技术网站 其官网也较为简陋 充斥着大量研究报告摘录的图片 虽然该公司表示将在印度理工学院 德里分校建立自己的技术中心 并与德国合作 但一切目前尚未落地 是否能够大规模实现技术革新 仍需要电池真正上市后 经历市场的检验才知道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铝电池靠谱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